我會把計畫的一個早期提出來 讓大家可以在尤其在產業界的朋友可以先預知到 這些法規的調整可能對自己所帶來的一些 需要調整的細節的一個部分能夠提早的去做營運 好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國內的狀況 其實台灣的我們在發揮作業的部分 我們從2004年開始我們就把GRP相關的東西 已經有做發入了對接 已經有做規範 像我剛剛說的《廣言行政持續法》 行政院有訂了做營運注意事項相當的部分 有做比較性命的規範 因為因應這次的GRP專商的部分 我們大概有幾個細項必須做調整 首先就是立法計畫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剛剛說的之前我們有提出過 那麼現在我們必須再來重新去思考 怎麼樣把立法計畫 使用了立法計畫做一些調整 好 那麼再來轉回資訊